大家好,我現在就在金鐘的火藥庫 這裡有寫著是照明浪 這裡有些解釋 去世不過是說這條鬼 這條鬼,稍後就會說 走一走進來這條浪 其實這個火藥庫來說 很多其他的都是這樣的設計 中間的話有防潮的功能 其實火藥的話就放在裡面 中間這條浪有防潮 香港的天氣都比較潮濕 如果真是低一半長的話 那就很容易令到裡面的火藥就沾濕了 相信是以前的建築 上面都是原廣的設計 就來到這裡都覺得比較熱的 都比較高速的 就來到了 這條就是當年在運火藥的路軌 當年的話 就有一個索道 就由這個碼頭那邊 就找一些火藥過來 因為上來的話 都是一條大斜坳 之前就發生了幾宗意外 就是火藥的不穩定性 就發生了爆炸 就有一條索道 後來就會看一看 當年索道的位置 跟著這條軌 就去到不同的火藥庫 來做儲存 這裡就有個以前的火藥庫的圖片 1977年的 然後就說了2011年 就變成這樣 嘩 其實是一百六幾年 一百六幾年 就這一個建築物 一百六幾年 前面就是一些大炮 就在發掘出來的 就在活化了之後 接著活化期間 就在地下發掘出來的 現在是一個展出 就是當年的大炮 就是當年的大炮 這裡是2008年 收復了 在斜坡那裡就看到了 第二支 寫著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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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這個數字是日子 還是什麼 就無從解考 就有個王冠圖案 在這裡 鏡頭一轉 這些的建築物 都保留了一些古式、英式的建築 就見到戒石,現在有四塊造墊出 有寫著1910年,一百零吋 有四塊,其實香港公園也有一塊放在茶具博物館的前面 這裡寫著105,人要見到 105? 104,尤其是推算的話,也有百多塊 103 律敦寺醫院對面的行車線也有一塊 剛才也說到,所謂的索度 來到這裡,其實這裡斷了,前面應該是一個新的建築 有四塊,火有鬼 火有鬼 這裡已經說到了 沉重的大約四尺長的卡車 卡車又是軍營釣重機拉動 往軌道往返 24世紀初,軍火庫有興建了一條索度 其實,這樣說法 索度的地基會不會有幾塊大石呢? 這幾塊大石呢? 這是一個很合理的懷疑 索度的路軌又來到這一邊 這邊 這一棟呢 就已經做了 職員的辦公室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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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個圈子 其實 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這裡 現在 火藥庫的主體部分 就是剛才說 有168年 興建好的 就變成一個展覽廳 這裡 就是一個糊塗牆 其餘兩支的炮 都是有一個英國的皇家標誌 皇冠標誌 這支也是 可以看到也是 那 走完 這裡就變成一個 藝術館 證明了藝術館 這裡也有 以前 舊的 照片 剛才這條老鬼 這裡 都會是一個出入的地方 很久 因為裡面 又不可以拍照 或者拍攝 所以 就 無緣進去 做個紀錄給大家 其實 走了大約10分鐘左右 都是 這樣的 這些 變成 後期人工的地方 這些 小橋流水 有個 池 水池 在這裏 都是後期的 剛才一開始就在這裏 扁扁一開始就在這裏 上面還保存著這些瓦頂 那 那一條的 運輸櫃都在這裏 那 今天這段片 就 介紹了 火藥夫 其實大家都可以來 參觀 星期一休息 那 開放 就11點鐘開始 那 關火符B 為 舊子 這個 以前 是 對 對 有一個 那 1950年的 都是 差無幾 現在看到 跟現在的 遠景之下 這裏 和下面 真的 差無幾 那 這裏 剛才我出來的地方 走過 的 那 走了一個圈 其實這裏的 就是這棵樹 纏繞著的 其實的 圍 圍 圍圍 以前的圍圍都很有歷史的價值 其實 在上面 堅尼地道 堅尼地道 就是這邊 這邊 可以看到 之前 都有 很多 圍牆 都已經開始 爛了 沒有人理 爛了 沒有人理 那其實 都是一個 以前的 軍事遺跡的一部分 那 其實 這一帶 以前 交給 在香港公園之前 這一帶附近 都是一個軍營 來的 那 就 連以前的 南海神社 即是入軍統治的時候 的 鳥居 一塊石 都保留了 不過 最後 那塊石 就 送去正確神社那邊 這些石呢 都是什麼 那 鳥居又拆了 那 唯一 剩下 日本 的遺跡 就在香港公園裡面 的一個機窗堡 那 遲些看 有沒有 時候 給大家去 看看 一看 這些釣線 故色故鄉 這個 我剛才 不敢肯定 照片又見到 有一個類似的 火警鐘 那樣的 那就 不知道是 舊還是 新的建設 那 那 這邊 的 舊的地方 都走得出來一百百 其實是一個圈子 那 有磚頭 就是新的一邊 那 其實 可以看到 都是阿廣的一邊 那這邊 那一拍 就是新的 那 就並沒有任何的 歷史的 建築在 那 其實 過了這一拍之後 這一拍 都是阿 剛才說的 職員的宿舍 不是 職員的 辦公室 那 剛才再看看 這一堆 這樣的 暖石 看到有機會是 一些 一些 以前的索島的遺跡 來的 其實都很像 你看到 裡面 即是 有些金屬的部分 在上面 啊 其實 整條 吊鬼亞 在這裡 並不難 在這裡 可以看到 對面 圍多利亞廣的那邊 對面 白絲 這一棟 有機會是 就是 解放軍的那些 宿舍 啊 這樣 都看見 好像 沒什麼人 沒什麼人 住 那這裡 那就是 軍事暗區來的 一般人 就不可以進去的了 那 這裡 你看見 有個佛頭在那裡 啊 那下面 新的一部分 啊 就變了一個 演講廳 這樣的物體 現在眼前 那就 啊 因為是馬會的G族 灌名就叫做 香港 賽馬會廳 啊 就是這裡 平日有多少人在這裡呢 就是 演講啊 或者是 做其他事情 就不得已知了 前面 就見到屋頂上 有個人 旁邊有英國領事館 那 那 新一邊 都真的 沒什麼看的了 那 就帶大家 看看 走一走的 啊 佛頭一個 沒特別的 你說 是不是拿東西製作呢 其實 放在這裡很久了 其實 那 也是 二零 日零年 不久的 但是 由開館到現在 就已經看到 放在這裡了 那 這個設計 就 流水下去 變形成一個 瀑布的狀態 那 流完紅 的 空中法院 那 有什麼看呢 是沒有東西看的 所謂的空中法院 就是這樣 那 寫著軍事 那 他不當進入了 可能 太過遠了 那 他已經來到 最瀑布的地方了 那 那 這邊 也是 林花 那 就 輕微過來 看看 那 就 變了 他的存在是這樣 那 下面 整堆 草 其實 對了 上面 就是 豪宅區 來的 看這些 豪宅區 那 就這樣 那麼多 先